刚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觉得生命里面 很多人要处理 要做些什么 好像有很多方向 不知做什么才 什么方向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 都会有这个情况 譬如有些要处理 有些人的问题要处理 有些事情想进步 如果我们觉得 我要快些做好了 就会有压力 但是神来说 因为神有责任带领我们 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所以我们就是 每一天 你信着神的带领 神感动你 你今天去做些什么 我们就去那样去 或者我们看到一些要处理 我们就开始处理 可能处理 都不是自己处理完的 比如学习和人交往 处理家庭问题 都不是一天之间可以改变 但总之你向着方向去 神已经喜欢 你就可以告诉自己 我现在在进步 神就喜欢了 我就开心了 但我其实是知道自己在进步 当然我也很清晰知道 神在带领我走一条路 但是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好 好了 那这个就变成了另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好像对自己的批判 就是好像批判自己未够进步 在罗马斯第八章我说到 神已经称我们为义 为谁能定我们的罪 那我们就要学习了 因为定我们的罪 最多的是反而我们自己 我进步不够快 那这样的时候 都是成为阻力的 你好像说我想进步快些 我进步不够快 就是我其实都是在努力 但是你批判自己的时候 你就 就是告诉自己 你做不到 你跑不到 就是你想想那些 澳南比赛那些比赛 在那里跑跑跑跑 怎知道他自己一直说 哎呀其实你靠都不够好的 你其实不够好的 你还是很失败的 他一直这样自己批判的时候 他就会跑就没力了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 都有无限量的事情可以处理的 嗯 那我们就尽力去做 我们就开心了 那你的做人就轻松了 就像我那样 哇这些教导 我真的觉得很好 神给我的 真是神教我的 那我想快些传开 但是好像不是很快 但是这个不是我操心的 就是我需要操心的东西 因为神会有开路 那神就真的在开路 但是那个速度 可能不是我想的 但是不要紧要的 神给我的 我照着这个可以做的 我做的 神就要忠意了 那我就不用给自己压力 嗯 这个也是一个 我们可以进步的空间 譬如人際关系都是这样的 哎呀这个人 哎呀整天都慢弯弯弯 什么对我不好啊 什么什么什么 哎呀真是很难搞的 哎呀很烦啊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进入批判模式 那你 我们正先用了两个 两个 两个程式 一个就是思想正面 一个思想负面 对不对 那同样 那个负面是什么呢 他不够好 我不够好 这个批判模式 嗯 另一个模式 就是欣赏模式 我又在进步 我又真的在努力 那我就开心了 就是一进了批判模式 呢 是人都顶不住的 嗯 魔鬼呢 就喜欢就夜恨够弟兄 所以我们第一个学呢 就是 处理这种 就夜控诉自己 这种一种 而是呢 多些欣赏自己个人呢 就做得开心了 就有力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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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